欢迎回到我们每个礼拜的每周360事件 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同样的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过去一个星期 车坛发生的大小事 这一则新闻 Toyota正式收购Subaru成为旗下的控股公司 其实在之前 Toyota已经拥有16.8%的Subaru股份 而近日根据海外媒体的报导 Toyota将它原本的16.8%股权提高到20% 而收购这些股权花费了Toyota700亿日元的资金 而也因为这样 Subaru正式成为了Toyota集团旗下的控股公司 其实在之前两家公司已经有多方面的合作 例如第一代的86和BRZ 还有第二代的86BRZ 就是这两家公司联手打造的后驱跑车 另外未来Subaru也会采用Toyota的ETMGA平台来达到全新的电动车 虽然说Subaru的体量不大 它一年的销量大概只有100万左右 但是Subaru旗下拥有非常多丰富的技术 例如说它的全新平台 四轮驱动系统 水平对卧引擎还有EyeSight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都是Subaru之前的地方 这一次合作相信可以大大提升两家公司的产品竞争力 而在收购了DAIHASU之后 现在Subaru也加入了Toyota 这样有助于Toyota提高全球的销量表现 另外Toyota还和Suzuki还有Mazda是交叉持股的公司 所以这个日系联盟是非常的大 相信以后的Toyota会有更好的表现 就让我们期待它有什么新车会震撼我们吧 第二则新闻 Pijot 5008现身马来西亚市场 在更换了新代理之后 这个品牌 他们非常的勤力 除了这个2008时常在马路上面测试之外 最近另外一款新车也登陆了我国测试 它就是全新的D-Segment 508 这款车其实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 当时的代理Nasim也邀请了很多本地的媒体前往这个摩纳哥进行试驾 但是这款车一直是 只听楼梯讲不见人下来 到今天都还没有发布的消息 而我们最近总算看到它测试声音了 它采用了Pijot 的全新一代家族设计 前方的这个立体头灯组非常的显眼 看起来好像狮子的獠牙 另外这辆车整体也采用了流线的设计风格 看起来非常的像轿跑 至于在引擎方面 它采用了第二代的1.6 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有两个版本 分别是177HP 以及217HP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引进马来西亚的会是哪个版本 但是以1.6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来说 有这样的动力表现 也非常不错了 但是问题是目前我国市场的D segment 其实市占率已经非常的低 508 来到我国市场之后 能不能打破这个僵局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我个人还是很期待这款新车可以引进本地的 因为它的设计真的是太帅了 第三则新闻 广汽传奇GS3现身我国测试 未来很可能引进我国市场 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对这个广汽传奇可能会有一点陌生 它是来自中国广汽集团的一个自主品牌 旗下的车款非常的丰富 有SUV 有Sedan 有MPV 而近日引进我国测试的这款车型 是旗下的V segment SUV 叫做 GS3 其实在之前 本地的汽车代理商 陈畅集团已经和广汽集团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他们正在探讨把这个广汽传奇的车款引进马来西亚贩售 而很快的GS3已经在我国市场测试 相信未来这款车引进我国的几率会非常高 这款车总共有两种引擎 两种变速箱可以选择 分别是1.5 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以及1.5 公升的4缸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6速的爱信自拍变速箱 其实不管哪一种引擎规格 它的动力表现都非常的好 另外它还包含了非常多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如果来到我国 它的主要对手就是Proton的S50 还有Honda的HRV等等 只是目前专方还是处在签署量解备忘录的阶段 如果这款车会引进本地 也不是在近期的事情 不知道各位对这个广汽传奇GS3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第四则新闻 Honda HRV 大改款将在2021年2月18日正式增长 相信大家对HRV这款车很熟悉 自从2015年它在我国上市之后 累计销量已经接近了10万辆 另外它在美国 在欧洲 在中国的销量也非常的高 这款车终于要迎来大改款了 根据海外媒体的消息 他们已经捕捉到了HRV 大改款的测试跌照 而Honda日本也在YouTube上线的这个直播网站 预告这款新车即将登场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这款新车将会采用全新的流线轿炮风格 会非常的运动化 另外一句空间表现会比现在的HRV更出色 这一点就非常值得期待了 因为目前的HRV空间表现也是在同级车款中数一数二的 如果新一代的车型有着更大的空间表现 那么相信它会更适合本地的消费者 值得一提的是 Honda北美在不久前也公布了 在北美市场的HRV 和日本将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设计 那么问题来了 马来西亚版本会引进日本版还是引进美国版呢? 我们就等待Honda Malaysia的公布 但是预计这款新车不会那么快引进我国市场 最后一则新闻 2021 B&W 4 系列正式登入我国市场 售价从418,800 令吉起跳 3 系列和4 系列有什么不同? 3 系列是普通的四门房车车型 而4 系列就是轿跑车型 而且4 系列有分成两门版和四门版 登入我国的暂时是两门版本 在全新的4 系列发布之初 就因为非常大的盛行水墙护照引起了不少讨论 而这一款超级特别的轿跑正式登入我国市场 在我国市场的4系列只有一个车型 也就是430i 售价从418,800 令吉起跳 它采用的是2.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大马力表现是258 HP 峰值扭力400 Nm 和这个330i 几乎是一样的 0-100 的加速为5.8 秒 匹配的是8速的自排变速箱 而且纯后轮驱动 所以它可以带来不错的驾驶乐趣 除了基础的配备之外 BMW Malaysia 也公布了这款车的选购配套 你可以增填 Harman Kardon 的顶级音响 以及雷射头灯组 这些都是要另外加钱的 但是就算你不加这些东西 全新的4系列也已经非常的帅气了 目前BMW Malaysia 已经公开让这辆车预定了 如果大家有信息的话可以游览BMW Malaysia 的官方网织进行注册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0的新闻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其实这一期美洲360大多数都是本地的新闻哦 就算是MCO期间车商们还是很努力的在准备新车或者是推出新车 所以大家记得多多支持我们的本地汽车页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请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